好,那雲雲公主呢,的時裝 有光風季月的 那她還有一套泳裝齁 不過泳裝目前還沒有時裝 不過這光風季月這套也不錯啦 但是遮的太多了 OK,就這樣子 好,這個是泳裝版的 葛雲衣,雲衣公主齁 漂亮,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這漂亮多了 女娲祭魂帶給齋女的 這肌膚所處的刺骨溫度 女娲祭魂帶給齋女的 這肌膚所處的刺骨溫度 倒是能讓我覺得 此刻我真真確確 身處人家 OK,這個泳裝讚 這個泳裝出了齁,一定要買 各位,一定要買,好不好 好,買下去 好,那 雲衣公主呢 就目前就推薦兩個啦 一個是珠燕魔火齁 好,那珠燕魔火呢 最主要的是絕血傷害提升10% 跟範圍絕血傷害5% 那那個電磁炮 好,電磁炮是哪一招呢 就是這招 這個,集雷順患齁 就是範圍,時間6格 OK 所以,如果你要輸出好一點 那就帶珠燕魔火啦 好,那另外一個洗CD呢 就是帶這個 妖術式的部分 嗯,妖術式的部分 那就是 山上絕血每50% 50%的幾率可以 只絕血人缺時間-2 好,那就是 你想要趕快洗CD呢 就是帶妖術式 那,如果你帶珠燕魔火啊 我強勉勸你齁 九戀神雷要帶 因為九戀神雷帶的話 你只要殺死敵人 就直接 CD人缺時間-3 OK 所以你要強勵輸出的話 那就是帶珠燕魔火 沒有意外 就是這樣子 OK,好嗎 好,再來 那,五內的部分呢 基本上中路拳點 這沒有問題 然後他有一個結界 那這個結界呢 我覺得 沒有到非常好用 為什麼 好 我們看後面就好了 自身有主動絕血人缺中 傷害提高10% 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第一回合 是沒有這個傷害提高10%的 就這樣 那你第二回合應該就有了 對 就是還可以啦 沒有到很爛 就是還可以 好 然後再來大招齁 大招的部分 我自己是比較少用 因為要累積氣力 所以我通常就比較少帶這個 那 那 他的話就是 如果對方有電流的話 你再放這一招 傷害就是 會蠻高的 但是 呃 要看你的魂死啦 魂死搭配是怎樣 因為他還可以對戰之後 自身的所有主動絕血人缺時間減易 那一樣嘛 就是 他一個人取捨 不過這個傷害 打下去是真的蠻高的 蠻痛的 OK 那我自己 我們先講這個五內的部分 要點哪邊齁 基本上呢 我是上下 的技能都拿到 祝星天關呢 跟這個 系列順患 那沒意外的話 我應該把他點滿 那 運運死路不夠的人呢 你就是點 點到這裡 就可以了 中路點滿 點到這裡 然後呢 下路 這招 看你要不要點 如果你有打PVP的話 那這招就是要點了 如果你是打PVE的 我覺得這招可以不用用到 因為他就是 加訓節二 跟死當血結界 升級一 就這樣子 那 上路這個 比較重要 這個被動是使用傷害學學的時候 法攻跟暴擊提高7% 其實很 其實還蠻不錯用的 所以 呃 如果 靈運死真的很不夠 你又只打PVE的話 你就是點 上路 點到中間這裡 就好了 簡單吧 夠簡單吧 那下路這招珠星天關呢 就是變成一個半輔助的角色 那就是神護 跟雷凱 那只需兩回合 但是他是一個咒勢 但是他還有這個BUFF的效果 其實還算是不錯 那你用這個BUFF呢 是絕學 是絕學 那你的結界呢 就會觸發 因為他沒有說 一定要傷害絕學 只要是使用絕學 你的結界 就可以開啟 OK 好 這五內的部分 那 技能的部分呢 其實 我自己常用的呢 是這三個 雞雷 然後 九天神雷 跟 被動這個絕藝 我大部分都會帶這個 不過還在看你的場合 那 雞雷順患是 可以很容易 攻擊到敵人 然後可以觸發結界 好 就這樣 那 我會帶九天神雷是因為 我大部分都打PVE 那PVE的小兵 如果 我用九天神雷把他打死 我九天神雷 都可以一直放 一直放 OK 這是單體 單體技了 那你說 把九天神雷 換成這個 大招可不可以 可以啊 當然是可以啊 那你要趕快累積大招的話 那就是 用範圍技 聯名之陣 或者是 積累順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要加速 的那個 那個 奇蹟的效果 那就是帶 神絲換生 那 剩下兩個技能呢 就是 看你的搭配啦 看你要打什麼樣的場合 九天神雷或是 集雷順患 如果是我 我應該會這樣配 但是你如果要 打那種高輸出齁 那 大招是 肯定是要帶的啦 因為大招真的比較痛 對 那你可能就是 雷鳴之陣 或是集雷順患 並且搭配這個 驅雷測墊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 還算很好理解啊 不會太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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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 大哥的 大哥最大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他的天賦部分 那天賦部分呢 呃 有影片有介紹到 就是 你如果 要讓你的全屬性 英靈 雷屬性的全屬性 全屬性提升10%的話 你每一層的結界 到回合1的時候 再放絕學 升階成懸天推式界 這樣子你的結界效果 又會變成三回合 當你的懸天推式界呢 剩下一回合的時候 再放絕學 就會變成御環 御環這個結界 那 這些結界呢 當你到達第三個結界之後 你的第一個結界的效果 跟第二個結界的效果 都會累積到第三層 第三層的結界 OK 那第三層結界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目標記起來 低於20% 就會暈眩了 也就是說 你在打PVP的時候呢 這個效果 其實還算是不錯用的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那 這個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的技能的搭配 以及你的五內點法 好 那後面有影片 在示範這個 呃 結界的效果 怎麼樣用 然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後面 有一個演示給大家看 好 就這樣子 我們先示範一下這個 雲雲公主的天賦的結界 齁 的觸發條件齁 天賦的部分呢 是使用絕學之後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定要你放傷害絕學 然後可以獲得神恩天者的這個buff 持續兩回合 然後進入結界的狀態 那 有三回合 那 那 處於結界的狀態 得此當前結界的升級 那結界按照等級依次為 雷靈 玄天 跟玉環 那結界自然消失或被覆蓋之後呢 開啟結界會進入四回合冷卻時間 所以很長 好 那 雷靈電柱劍呢 好 雷靈電柱劍呢 是 除了屬性 雷屬 英靈 全屬性 10% 然後回合開始可以隨機對三個 為攜帶電流狀態 對敵方施加電流 是全場的 然後這個持續兩回合 那玄天推世界呢 就是雷靈的結界基礎上額外獲得 就是下一個升階 是玄天啊 那 一樣 友方雷屬英靈 一樣 10%的屬性 然後造成傷害之後 對於命中目標的人數獲得再移動 就是可以移動一格這樣 好 就是三格 也就是說 你要打中三格 用防腐器打中三格 你就可以移動三格 一個就一個 好 那玉環星損 星允 星 允 玉環星允陣 在玄天的這個基礎上面升級的齁 第三個齁 第三個結界 然後呢 你只要主動攻擊呢 目標 氣血低於20% 就直接暈眩一個回合 齁 這個 目前我就覺得還算不錯用 可是氣血要低於20%喔 OK 好 這時候呢 我們來試一下 絕學 看能不能開啟結界喔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有 可以 OK 好 這玄天推世界 推世界 推世界 好 那 因為呢 你已經帶了這個 神聖幻生嘛 也就是說你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使單行的結界 可以使單行的結界額外升級一次 也就是說 他現在呢 已經到了 這個 懸天推世界的結界效果了 OK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看一下齁 好 他可以走兩格 你剛剛有看到嗎 這個結界效果呢 是 你只要擊中 一名敵方 這個獲得一格 那最後是三格 這樣OK嗎 OK齁 好 好 然後因為我剛才已經發了一個絕選嘛 也就是說 我的結界又在升一級了 所以現在是變成 御環 御環的這個結界效果 那 在 原本的 原本的 上一階 就是第二階的懸天的基礎上面 在 多了這些功能 就是 御環的這些 呃 效果 也就是說 講簡單一點齁 你慢慢的累積上去 你的效果會 效果就是 累加就是全部都有啦 到第三個御環之後 全部的效果都有 這樣聽得懂嗎 OK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三回合結束之後 就沒了齁 就沒了齁 就沒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次會對場上三名敵方齁 試加這個 全場試加這個 爆擊力加20% 欸非常好 非常好用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當這個御環 御環結界消失之後呢 冷卻時間是變四回合 那在這個時候呢 那個大葛攻擊 用絕衣學攻擊敵人 好 好 我們結界呢 是不會再更新了 因為他已經最高了 所以他的回合數 就是從三回合 三回合開始遞減 那這樣有什麼缺點呢 缺點就是 你在 第二回合 或是第一回合 就直接把你的結界升到 最後一階 那你的全屬性 加10%的效果 也就是只有三回合 ok 也就是說你要 讓全屬性這個效果呢 一直在的話 那就是不要使用絕學 等到你的結界的回合快要結束 結束的時候呢 再放絕學 然後讓他升階變成下一個 那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就是你沒辦法一次第一次獲得 第二個結界的效果 但是你可以 長時間擁有 雷屬性10 全屬性加10%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 你就是要 去取捨 ok 好 總而言之呢 我們先放一個 這個好了 好 我們先進第一層結界 好 第一層結界 好 現在是這個嘛 對不對 好 我們這時候呢 再行動 好 直接放這個 神式換身 放 好 再升第二個結界 好 升階了第二個結界 但是呢 因為這個呢 他會再額外升級一次 也就是說直接跳到最高了 懂意思嗎 原本應該是 到哪裡 原本是要到 懸天推世界 但是你 我剛剛是放神式換身 也就是說最高直接推到 玉環這個結界了 所以我現在呢 已經是玉環性結界 ok 好 這個時候CD是3 這個結界效果是3 這個時候呢 如果他消失了 就沒有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放一次絕學 看他會不會 再重製 我記得是不會 我們試試看 好 現在是兩回合嘛 好 我們這時候呢 放絕學 他不會 還是兩回合 好 所以時間到之後呢 就消失 CD 要有4 4回合 目前的星數是 3星 所以要4回合 確定一下 對 4回合 好 好 這時候呢 已經沒有了 結界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天賦的地方 寫4 也是說這個時候呢 你放什麼絕學啊 神絲換生 都沒有用了 天賦不會觸發 結界沒有 ok 也就是說 你要保 保持結界的效果 你要一階一階 升上去 是最好的 當你 那個結界 CD升1了 你再放絕學 直接升級到下一個結界 你的CD會重製變3 好 我們示範一次 好 我們先放 這個 好 現在是雷靈電柱界齁 好 第一層結界 然後CD是3回合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雷靈電柱界也是剩2回合 ok 這個時候呢 你要攻擊敵人可以 但是不要放絕學 因為你放絕學之後 你的CD2 他會重製成CD3 並且升級成下一個結界的效果 就會變成 那個 懸天推世界 好 我們這時候要保持這個結界效果 但是你葛雲一 呃 雲一公主要 又要攻擊 你就只能 補充攻擊 好 因為沒有 沒有觸發絕學 所以你的結界效果不會升級 好 對 我們就盡量讓這個全屬性加10%的這個buff 盡量 存在久一點 ok 現在CD剩1嘛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讓葛雲一 呃 雲一公主 放絕學 升級成下一階 這樣子 這個CD1呢 就會變成CD3 欸 不是CD3啊 一回合 變成3回合 好 出發 好 升級成下一個結界齁 好 這從1變成3回合了 好 這是我們延長這個效果的一個方法齁 好 現在是第二階嘛 那我們再等 2回合 再出發下一階 好 我們第二階的這個懸天推世界的結界效果 還剩2回合 好 我們等到 剩1回合的時候 我們再放絕學齁 好 我們的懸天推世界呢 目前是 剩1回合 我們這時候放絕學 好 變成 玉環星 允界齁 第三回合了 呃 變成3回合了 呃 變成3回合了 然後效果 把前面第一階跟第二階的效果 都有 都有存在了 好 你要延長你的結界效果 就是這樣子做齁 好 好 講得很多 很複雜 但是你們實際去測過一遍 你就知道了 反正呢 就看你的取捨要怎麼用 好 就是這樣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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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